近日,好莱坞隐姓Johnny Depp和妻子Emberheart结束15个月婚姻 随后Johnny Depp便陷入离婚风波 先是被对方控告家暴,引发哗然 却因为警方表示没有目击,形成罗顺门 此后Emberheart友人出面声援 指控Johnny Depp曾试图用枕头闷死女方 并在某次喝酒后乱发脾气 用手奏向小秘导致受伤 不得不暂停加勒比海盗5的拍摄工作治疗 不仅如此,Johnny Depp的母亲在5月20日去世之后 Emberheart便提出离婚申请 此距离Johnny Depp丧姆仅隔了两天 经历丧姆和离婚丑闻的Johnny Depp 在美国喜好莱坞当地时间6月30日现身 他身着格子西装,面架黑超现身纪念馆 为去世的妈妈悼念 面无表情,脾气十足或保镖护驾